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12月20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一帆 我们的新闻除了在频道中播出 也会在YouTube以及Facebook 关天下粉丝页进行直播 观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荧幕画面 右下角的QR Code来观看关天下新闻 戏指水源路一处山坡地社区 在今年中的一场豪大雨当中 边坡发生了摊坊 由民宅后院围墙都倒塌了 再加上裂缝是越来越严重 让住户们都相当担心 20号这一天早上 市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 各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将先厘清全责归属 再进一步讨论要怎么改善 指着后院地面长长的裂缝 住户说自从今年7月的一场豪大雨 后面边坡土石滑动之后 这几个越来裂缝越来越大 而且落差也好几公分 真的很担心安全问题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这个底下应该已经掏空了 所以他建议他要铺那个塑胶帆布 让水不要这样下去把下面都掏空 其实他认为下面都空了 因为短短几个月是不是已经 又差了好几公分 你看那个差是这样斜过去的 北路这边他有住户有两户军列了 那我们现在请廖政党议员会同市政务 有关单位来会刊到底怎么样 那现在因为已经危害到住户的安危 那整个房子的围墙外面都已经倒了 那现在已经在会刊在拟定责任中 原本这个这边有一个 就是用鹅卵石碟的这个边坡 那现在全部都倒下来 包括整个滑动之后 包括他们住户的后院 那个围墙都倒塌了 只见地面军列至于后院的围墙 也发生倒塌 在汐止水源路的一处山坡地社区 在今年7月这里边坡发生摊坊 该怎么处理 在接获成情后20号上午 院六正良就邀请市府公务局 农业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一行人在来到民宅底下的边坡看 发现本来堆叠的鹅卵石都已经严重滑动 只是谁来改善还得再进一步厘清 地表的滑动还是只有 原本的这个鹅卵石叠的滑动而已 今天是最主要来看 厘清责任 是属于原本的这个基础有滑动 跟这个山整个滑动有没有关系 最主要是来厘清责任 是属于地主还是原本住户要维修 还是我们政府能够也来帮忙 我们是请相关单位来会刊 包括地主或是住户 还是政府单位要来负责边坡巩固 会刊将进一步协调厘清 住户希望能够尽快 否则边坡似乎还在滑动 底下有掏空状况 就怕再有大雨好危险 就从惠林细致采访报道